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年歐美輕行一種專為守門員而設的比賽 就是守門員對抗賽 而這項比賽近日還帶來香港 太陽飛馬門將謝德謙今天成為這項活動的嘉賓 守門員對抗賽的比賽規則 就是有兩位守門員 就要在門前指定的範圍和界線之內 互相開球 然後將球送入對方的龍門 比賽限時兩分鐘 入球較多那邊就是為之勝方 究竟這項比賽有甚麼技巧 不如我們聽聽阿謙有甚麼說 最大技巧除了接球和泡球之外 其實腳法都很重要 因為你現在在對射 入球才選分 泡球沒有分 所以其實腳法都很重要 守門員需要的技術 就是有別於其他位置的球員 所以都是需要獨立的專項訓練 其實怎樣才會為之一個好的守門員 除了破球之外 其實都要有一個穩健的感覺 給一個隊友 你是一個比較實際 不會太過浮誇 動作大 不會有太多出錯 所以我令到球員放心 你就有一個很好的守門員 就有一個很好的守門員 接著你的熱誇 讚 我們在社會上